七日的头一日 妇女们匆忙地带着香料来到了耶稣的坟墓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坟墓的石头已经被移开了 而且在里面并没有耶稣的身体 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突然出现 对他们说 提醒他们 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对他们所说过的话 有时候我们也像在这里的妇女一般 当事情的进展与我们的预期不同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慌张到迷失 其实我们是忘记了神的话 神的话不单单能带给我们安慰 不单单带给我们盼望 不单单可以带给我们喜乐 而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 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校准方向 这就像耶稣在24章44到45节 耶稣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诗篇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末后的世代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事情的发展 会跟我们的期待非常的不同 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惊慌 我们也可能会非常的失望 但愿神帮助我们 在苦难中 在失望中 我们不会忘记他的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